本期节目由M观点赞助播出 如果你喜欢从Podcast获得新知识 让自己升级 除了大人的small talk以外 还有什么选择呢? 今天想跟你介绍M观点 这个Brian几乎岌岌必听的Podcast节目 你想在五年前就能掌握特斯拉兴起的趋势吗? 你想搞懂苹果、微软、亚马逊成为产业霸主的背后谋略吗? 透过M观点 你不只可以掌握世界最新的科技趋势 更可以学习科技巨头核心的商业思维 节目主持人Mula 过去曾担任跨国科技集团的高阶主管 也是台湾最知名科技趋势订阅专栏的创办人 每个礼拜都会和你解析最新的科技商业新闻 政治经济大事 以及投资领域的专业心得 完全不偿私的分享以及犀利的分析 让收听的每位听众都能够用快转的数率 掌握科技趋势 并且吸收产业顶尖的商业思维 在这个变化快速 快到吃人不吐骨头的时代 搭上M观点的这台高速列车 你可以比其他人更快的到达下一站 当然M观点的另一个特色 就是深入解析财经新闻 而且认真讲解核心的投资观念 帮助每个专业工作者 除了能力晋升以外 也能够在投资理财的道路上走得更顺 不会每个收听M观点的人都会留下 但是每个留下来的人都会收获满满 你会是那个人吗 订阅收听M观点Podcast频道 请见节目下方说明栏的连结 欢迎收听大人的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线上广播节目 我是旧张古阳 大人学是个分享成为 承受大人必备学问的知识平台 我们长期分享 职业发展 人际沟通 个人成长 商业管理 以及两性关系 等等的人生议题 欢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们讨论或者提问的 都欢迎可以写信到podcast atftpm.com.tw这个信箱 如果你的问题是在15分钟到30分钟之内 我们能够探讨完毕的 你就有机会被我们选中来放到节目中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挑选的是一位署名叫做Joey 他的来信 首先我把Joey的信先念给大家听 他写说 大人学你好 我是大人学文章还有podcast的粉丝 多年来一直很喜欢从你们提出的观点去思考 反省 优化自己的人生 但我在感情上面的疑问困扰了我两年 也始终找不到人或网络资源 讨论分析我在意的点 所以想寄信问问看 希望能有解惑的方向 我想询问的是 关于我的男朋友 他在人格特质上呈现了现实 自私 小气 教养差 不尊重人 这些缺点 我应该如何去制约 或者看待 那我会想考虑要跟他结婚 是因为他的优点 他薪水高 有台北市的房子 工作能力强 家事做得多 有责任感 跟家人的关系稍微疏远 对我也是比较宠 付出比较多 然后鼓励我追求事业赚钱 想要结婚生子 并为此省钱 存钱 等等 许多我认为不错的优点 但是啊 就是当我们有利益冲突 或者是日常 来观察他的形式思维 和发现他的中心思想 都是为了他自己 并且啊 为了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是不太考虑别人 更不会委屈他自己 甚至啊 曾经自行决定 要牺牲掉我的利益 那我跟他沟通过之后 也稍有改善 但我担心啊 是本性难改 所以我想请问大人学 我怎么做 可以避免未来婚后过的委屈 如何去制衡 他那些令我傻眼的人格特质 何不善待我的地方 我如何考量 才能做出不后悔的决定 目前觉得 不婚 其实自己生活也过得很好 我不想误入火坑 信件稍长 非常感谢您的阅读 期待回复 谢谢 好 我先说 就以你的提问本身 其实是有点矛盾的 就是我会把你这封信选出来 就是其中里头有一个地方 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呢 你说 男朋友的人格特质 缺点是现实 自私 小气 教养差 不尊重人 可是呢 紧接着 很有趣的 紧接着 后面又说 男朋友的优点 是对我比较宠 付出比较多 可是其实 听众 你有发现吗 这两个特质 显然是冲突的 所以啊 我那个时候 第一次收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没看懂 这什么意思啊 然后我一下子 因为没有看懂嘛 所以我就问了一下我身边的一些女生 想说这可能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冲突的一个描写呢 到底什么状况是现实自私小气 可是又比较宠女生 付出比较多 然后啊 就有一个女生 他讲了一个 他讲了一个我觉得超级好笑 可是很有道理的一个形容 他说 哎就 这个就是养宠物的概念嘛 就是呢 如果你听我的 我就宠你 你跟我方向一致 我就宠你 你乖乖听话 我就给你吃西沙 可是啊 我是不会为了宠物 来委屈我自己 我听了这整段 我哈哈大笑 确实 你知道 很多男生其实是这样 可是呢 我觉得 只讲男生 可能也不公平 就是呢 我相信 到了某个年纪 你会发现 你身边很多人 他们是为了结婚 而在挑选对象 换言之 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爱谁 只是说 哎 我碰到你嘛 然后我觉得你条件不错 外表很好 可能个性很好 可能这个工作也很体面 然后呢 年纪也差不多 适合结婚 所以呢 我们就交往看看啊 然后我也没有发现 你有什么不好 然后相处起来 也还OK 也没有说 你知道非常非常爱你 可是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问题 所以我对你好 可是呢 前提是 这是一个交换 我要交换你的 听话 还有顺服 你愿意听话顺服 好 那我就奖励 你就有细沙可以吃 好 可是呢 你不愿意 或者你忤逆我 或者你不想跟我结婚 哎 那不可以 好 我就会转身离开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交往 你会发现 他们非常拿得起 也非常放得下 所以你也就会 隐隐约约感觉到 他们是可以很自私的 而且这个自私 会让你感觉到害怕 但是呢 这个害怕又是 比较说不出来的 就是隐隐约约觉得 嗯 你会觉得他好像 可以很残忍 他可以随时转身就走 可是呢 平常没事嘛 所以你又觉得 他好像很好啊 对我很温柔啊 然后似乎就很顺着我啊 很宠我啊 所以就会有 Joey这种 很矛盾的评论 但是这个状况 我得说 不是Joey你独自碰到的 其实很多人的恋情 都有这样的状况 这里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证据 就是Joey会评论说 他写说什么 当我们有利益冲突 或者日常观察 他的形式思维 会发现 他的中心思想 都是为了他自己 并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是不太考虑别人 更不会委屈他自己 甚至呢 曾经自行决定 牺牲我的利益 那跟他沟通之后 有改善 可是担心 本性难改 所以你看嘛 这整个形式风格 或者是他们抱持的 中心思想 其实就是一句话 就是 我是喜欢你 我也可以喂养你 我也可以照顾你 可是 你必须听话配合 你必须绑上谨绳 这个 交换态度 我觉得是他们 在这样的一个 相处过程 摆出的态度 好 那Joey可能接下来 他就会想问我说 那我到底要不要 跟他继续 那如果你一路 有听我们的节目 你就知道 我从来不帮任何人 做决定 因为你知道 人生的决定 一定都是你自己 想清楚 想明白 然后做出一个 对你最好的一个决定 我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甚至也不谈 他这样的一个恋爱观 是好或者不好 因为老实说嘛 每个人在关系中 要的东西 本来就不同 有人在关系中 要的就是交换 对不对 他拿他的资源 想要换一个听话的伴侣 好我不评论 那有人想要的 就是真爱 那我不特别想要说 哪一个好 哪一个坏 我也不特别想要说 哪个是对 哪个是错 因为 在人生中嘛 你付出 你愿意付出的 你得到 你想要得到的 我觉得那就OK了 好 你想清楚 那就没有问题 那在这个前提下 毕竟我不知道 Joey 你在你的人生中 到底要什么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能够清楚的 看懂这个局 那如果你要的 刚好也是交换 因为你提到嘛 台北的房子 或者是男生那边 薪水有高到 让你觉得 这一切都是值得 你愿意用配合 他的方式来换取 好 求人得人 对不对 那我觉得 也就没什么 好抱怨的 因为这一类的婚姻 其实就是很直白 就是大家放在牌桌上 我有这些东西 你有什么东西 有好 那我们成交 如果真是很直白的 大家各取所需 通常是颇有冲突的 反而这种婚姻 到后面走下去 你知道 因为各自都得到 各自要的嘛 反而很容易 能够维系下去 这种婚姻 会有冲突的 你知道只有两个原因啦 一个就是那个 想当主人的那一方 其实条件也没有好到 让另一方愿意屈服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 小宠物那一方 其实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参与了一个交换形式的一个婚姻 那这样子后面就会很麻烦 后面就会很麻烦 那 那Joy 我这边听起来 我的感觉啦 就是我觉得你没有意识到 他的这样的一个交换认知 所以呢 如果如果你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 你是认真 好 你认真是要谈恋爱的 好 那他显然就可能不是那么好的一个对象 可是呢 话说回来 因为我看你的信嘛 你也没有提到太多恋爱的要素 你反而写了制衡 这两个字 对不对 所以我猜 你在这样一个关系中 你要的东西 搞不好也是比较务实的 好 那务实 没有错 只是呢 我猜你可能想要的 就是去创造一个合宜的平衡 可是呢 这里就有一个为难了 因为你想要在这样一个关系中 假设这就是一个谈交易的一个关系 你想要制衡它 那我觉得第一个要素 就是你们到底是不是势均力敌 如果你的条件不差 那才有制衡的机会 不过呢 这个部分很遗憾 我手边是没有资料的 但是呢 如果纯粹就判断你的男朋友 他可能想要找的 就是一个能够配合他 能够一加一大于二的对象 那他这样的人 我自己是觉得啦 不是坏人 因为往好处想嘛 他就是非常的明买明卖 他很直白地告诉你 你看我有台北的房子 我薪水不错 我工作能力很强 我也愿意做家事哦 那你呢 你愿意拿什么来交换 没有好东西 好吧 那你至少听话顺服吧 所以呢 我来当主人 你来当宠物如何 如果OK 好 那我就会好好照顾你 我会为你吃西杀 这样的关系中 他摆明就是要找小宠物 如果你觉得 当小宠物 来换这一切是很值得的 那对不起 你唯一的选择 就是低头 如果呢 你不愿意低头 你心里想的是要谈那种 比较缠绵匪测的这个恋爱 然后他会哪一天为了宠物去死的那种 好 那很遗憾 你可能会失望 好 因为宠物几乎很难制服主人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换言之 只要你让他觉得麻烦了 他就有很高的几率转身而去 这个反应 其实你在信中也有提到了 就是你写说 当我们有利益冲突 或者日常观察他的形式思维 会发现他的中心思想都是为他自己 并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不太考虑别人 更不会委屈他自己 甚至自行决定 牺牲我的利益 所以这个 这句话 某种程度 其实已经 讲清楚 他在这个关系中 他抱持的一个态度 那我要先说 我要强调 我并没有鼓励你屈服 我没有鼓励你屈服 我只是帮你把这个局展开 让你看清楚 他是抱持什么态度 你有什么选择 可是最后 要选择什么 那我得说 还是要你自己思考 那我们再回头来谈制衡 你要制衡 一个就是你条件比他更好 你有很多他愿意交易 想要得到的部分 比方说 请国请成嘛 对不对 他觉得他要拿他所有的资源 来换你一笑 他觉得只要这样子 就是划算 就是值得的 好 那就有制衡 或者是他对你有非常强烈的感情 他不能放你走 那才有制衡 可是这个部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呢 我们就先假设 他对你有爱 有依恋 有难分难舍 他完全不能没有你 这个时候 你可以制衡 可是这个时候 你如果要制衡 这段关系 其实招式会跟你想的 刚好相反 因为如果你要制衡他 假设他很爱你 非常非常爱你 爱你到不可思议 他愿意为了你付出一切 这么爱的状况中 你要制衡他 只有一招 就是不要结婚 不要结婚 才是他爱你的状况中 你最能制衡他的一个策略 你可能会说 是这样吗 不是赶快逼他结婚吗 不是 不是赶快结婚 是不要结婚 背后的概念是这样 人性是很有趣的 当我们啊 没办法在一个情境中 确定胜利的时候 我们会战战兢兢 你就想吧 铁饭碗的工作拿到了 给了你一个终身的合约 很多人就会开始摆烂了 对不对 因为没差啦 反正你也不能开除我 可是一年一千的短期聘雇合约 大家就会非常非常害怕 对方明年会不会不要自己 然后就会拼死认真 你在信中 Joy在信中你有提到 你说他自私 说他小气 说他教养差 不尊重人 这个部分会被你看到 这多半是他本身的性格 可是你又提到 矛盾的那一面 他会宠你 他会对你付出比较多 那这个很遗憾 他有一定几率 是追求时候用的手段 换言之 一旦结婚 你就是让他在这个局里头 确定胜利 那确定胜利 他就不需要追求手段了嘛 他就可以更做自己 所以你到时候就会看到 更多更多的自私小气 还有教养差 还有不尊重人的部分 到时候他就会觉得嘛 我都是你老公啦 然后你经济又比较弱势 对不对 房子也是我的 这个工作能力我也比较强 然后薪水我可能也比较高 他会觉得经济上你依赖他 他就更觉得自己是有资格 来这是很麻烦 很讨厌的一个字 他会觉得他有资格 可以任意的要求你 相对的 从你付出比较多的部分 就有很高的几率会降低 所以呢 我们如果不谈爱 我们就谈制衡 所以如果他爱你比较多 可是他纯粹就是因为个性差 就是难相处 好那你要制衡他 那你就得要让他无法胜利 他才会一直摆出兢兢业业的那一面 好那我知道 你听到这里可能会说 那如果我不结婚 那他就果断换人了怎么办 好他如果果断换人了 那就更明确 那就是我们前面稍早提到 他其实只是一个交易 他就是一个交换 他就是想要找一个愿意屈服 在他那个交换框架下面的一个结婚对象 因为你知道他就只是任何人都可以 所以他可以任何换 所以他就只是要找一个符合条件 可是在这个状况中 他并没有爱到非你不可 我知道这个状况 这个结局会很遗憾 可是如果真的走到这个结局 好你也知道实情了 因为其实你身边一定很多人是这样 到了某一个年纪会觉得 我一定要结婚 我现在另一半不想结婚 好那我就果断换人 果断换人背后的意思 其实也就很明显 结婚这件事情在爱的前面 对不对 因为他可以跟任何人结婚 只要那个人符合结婚的条件 爱不爱那是另外一回事 好那听到这边 你搞不好你会很混乱 你身体可能会问我说 哎就那到底我该选什么 同样我再重复一次 我无法替你决定 可是我建议你要问问你自己 你在一个关系中 你你要什么 周围你一定有些人 他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有些人他是真的要找一个相爱的人 有些人就是希望说 找到另外一个对象 一加一资源大于二 都对 都对只要你开心 那就是对的 那可是 可是你自己 你为了得到那些东西 你愿意牺牲什么 我相信每个人 有每个人各自的答案 可是Joy 你要有你的答案 你要有你的答案 但是呢 我想回答一下 Joy在信末 你有提到 如何才能不后悔 如何才能不后悔 这个问题 我就想要再重复讲一个 其实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希望大家不要厌烦 我讲了很多次 可是我觉得可以再讲一次一个概念 就是呢 大部分的女生听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想结婚 也都觉得结婚才是恋爱的保障 可是我反复的想要告诉大家 这个认知显然是错的 对女生而言 恋爱的保障 其实是不结婚 因为你唯有让这个男人 没有确定胜利 他才会战战兢兢 大部分的情况下 结婚的保障 在现在 其实更是男生 不是女生 在现在这个时代下 结婚的保障 其实更是男生 未必是女生 因为大部分的男生结婚之后 他至少确保 生活会更舒适 家里会有人在 回家会有人说话 甚至他可能还会有 固定的性爱对象 男生不用面对复杂的婆媳问题 他也没有又要处理家事 又要上班的困扰 他甚至也不用担心 哪一天怀孕 会被公司辞退 等等的忧虑 可是女生 从结婚的day one 就要担心各种变动 甚至还要担心 结婚之后 老公变得懒散 以及结婚之后 增加的各种责任 那我知道 这个讲起来 很不政治正确 但是这就是现况 这就是现况 可是呢 你问我 那有没有结婚 保障了女生的状况 有 只有两个 我觉得特殊的情形 第一个情况 比较少 第一个情况是这样 你裹小脚 你从小裹小脚 你不是字 你没有受过教育 你从来没有出过门 你到今天 20岁 25岁 30岁 你完全没有谋生能力 然后呢 父母家境很惨 家里多准备一双筷子 让你吃饱都有困难 在这个情境下 你确实要结婚 因为嫁出去之后 有人会给你经济上面照顾嘛 它让你可以吃饱穿暖 经济上面的改变 然后经济上面改善了 这确实会是一个充分的好理由 可是呢 如果你生长在台湾 你有大学以上的学历 你懂电脑 你有英文 还不用特别懂哦 你有一个体面的工作 老实说啦 没有碰到一个能够让你阶级反转的对象 比方说 你知道韩剧那种财阀的公子之类 结婚其实不会让我们 让我们现在任何人经济有什么大改变 当然很务实很务实的讲 可能还是有 可是多半就是两个人的薪水加起来 有比一个人比较多一点 比一个人更有余裕一点 可是几乎不会大幅度的改变你的人生 你八成还是要上班 对不对 而且结婚之后 你是一个女神 你的责任通常会更多 因为可能会生小孩嘛 你要带小孩要照顾他 然后你还要上班 搞不好还有做不完的家事 如果这个时候 老公的经济还不优渥 那结婚 搞不好比不结婚还要惨 因为生了小孩之后 经济变得更拮据 也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啊 通常我身边如果有女生来问我 结婚这件事 我都会建议她为了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你真的 真的真的很爱这个人 因为你很爱 所以你根本不去思考他付出什么 你也不去思考你付出什么 因为你就很爱他嘛 然后你就很想很想对他付出 这就像有些人有一些 你知道终生的梦想一样 比方说你喜欢画图 你就是喜欢画图 画了没人看 没人买 没人肯定 那没关系 我就是爱画嘛 因为画画就是你想做的事情 你画画不需要对家关系 你不需要市场回报 不需要任何人肯定 甚至不需要任何人看 我之前有讲过一集 Podcast有讲过一集 应该是282集 那我那集说 你愿意一辈子输的 才是最好的结婚对象 我建议说女生如果可以的话 都去听一下 换言之啊 只有状态一或是状态二 你才能够婚后不后悔 因为Joey问嘛 如何不后悔 这两个状况 任何一个符合 你才能婚后不后悔 其实Joey你有兴趣 也不用问我 你就问问你的周围 你一定会发现 很多身边的女生 婚后是后悔的 至少我认识不少 至少会发现 老公没有以前追求的时候 那么殷勤 没有那么贴心 甚至会发现 男生居然什么家事都不做 然后呢 所有小孩的照顾责任 都在自己身上 甚至发现婆媳关系很难搞 或者跟老公那边家人 相处不愉快 上礼拜的那一集 其实某种程度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发现自己多了很多很多的责任 然后呢 还要上班 还要面对各种的人生压力 日子并没有变得轻松 结婚并没有带来 更好的生活状况 可是你环顾周围 很多男生结婚之后 或者几乎男生结婚之后 日子 生活 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的 反而 就多了一个人 跟他一起住 多了一个人照顾他 你知道运气好的 甚至这个老婆 还会去帮忙赚钱缴房贷 可是女生结婚之后 真的会变得艰辛很多 要上班 要早起做早餐 下班还要采买 还要煮饭 还要做家事 还要带小孩 甚至薪水 还要拿出一大部分 来贴补家用 或者付房贷 所以结婚的好处到底在哪里 你这个一定要想想 如果你真的超爱他 爱到不可思议 好 那没有差 可是如果没有 那你就问问吧 你到底被保障了什么呢 那最后 就你的男朋友会不会这样 我猜是会的 因为你在信中 有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就是你写到 男朋友鼓励我追求事业赚钱 想要结婚生子 并为此省钱存钱 意思是什么 他还是希望 你也可以好好的去 追求事业 好好的赚钱 他希望的就是一个 一加一大于二的环境 你知道这是最惨的一个状况 高高在上 把你当小宠物 可是实际上 他也没有真的要养小宠物 而觉得小宠物 也得自己去打工赚钱 要贴补家用 那这个婚如果要结 那我觉得 你就真的要很爱很爱他 甚至是爱到 愿意为他去死的那种爱 不然 后面就要有辛苦的觉悟 希望以上的概念 对于Joy能有帮助 那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亲朋好友 尤其欢迎大家在节目下面 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 那我们一起相信思考 勇于改变 一起来学习成为成熟大人的 各类学问吧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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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